哈囉大家好,我是圓 那這次怪蛋又新增了未開著大地 總共有巨點1到巨點10的關卡 那不知道大家過完了沒 我實際玩過之後覺得難度普普吧 並不是很高 那日本玩家也有很多資證無課金可以示範給你看了 但是 知道的 我的風格呢 就是要不斷的挑戰極限 所以我覺得資證無課金對我來說太簡單了 於是我決定用完全無課金 把所有的十關全部都再打一遍 那這部影片就是跟大家一起回顧我打的過程 還有一些注意的事項我會在影片說明 但是呢 因為我錄個每一個片段都有十幾分鐘 那合在一起就超過一個多小時嘛 那這種影片不會有人想要看的 所以我把整個影片都快轉 然後分成上下集 那這一集就是巨點1到巨點5的上一集 這樣子希望幫助大家更容易觀看一點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好那首先是我們的第一關 那第一關的機制簡單說明一下 就是場上呢會有像這個刀雲彈吸收怪這樣的東西 那每回合都要把他全清完 那他的遺言是 就是會讓王降一回合的方 只有一回合而已 那就要趁這一回合去經歷的數數 那我的隊伍使用的是 一隻妖怪手錶合作的浮遊喵 還有兩隻移來可內 還有戰友帶暗轟 不過原本為什麼要帶暗轟呢 就是當初第一次打這一關的時候 覺得輕腳怪好麻煩喔 想說有一隻友情好的來測看看 結果打完之後就感覺好像也不是很需要 對他的原曲片其實沒有幫助到什麼 大部分還是自己手動清掉的 然後浮遊喵我也蠻後悔待的 後來打完才想到 喔對齁可以用時間末日 啊時間末日其實是更強的 那不知不覺就來到第三關了 有時候啊王會跟 復活後的導引單吸收怪 就是可以中間有縫隙可以卡 那機會要把握 不過我沒有遇到太多這樣的狀況 那現在到王關 王關的 呃四隻 有四隻齁 都還蠻危險的 要注意自己的血量 要注意自己的血量 還好場上有進行 所以我就比較放心的去打 這一切都要拖 呃 浮遊喵的福 對 因為他急允嘛 比較容易生進行 如果我在世界末日就 可能就不容易 因為我的世界末日沒有急允 好那邊就打 然後 卡斯塔 好就到王二了 這邊一樣 就是先 優先把導引單吸收怪可以解決掉 然後再來就是 打其他小怪可以解決掉 那假如說你的路徑沒有 確定沒有辦法一次全行的話 那不妨先打其他的小怪 這邊我就直接下一個亂打 沒什麼意義的亂打 反正打死就好 然後一樣千怪 然後這裡就卡 這邊有暗轟被卡住了 有點尷尬 而且我血量也蠻危險的 還好底下又生了一個金星 呵呵 對這場真的蠻幸運的 好然後就卡斯 就到網站了 進場 我就是直接先發智人的 先開SS 好 沒清光 好 暗空SS再繳下去 還是沒清光 對 好 弗喵就確實的一次 帶走 那隊伍的選擇上 最好是選擇 至少一次貫通 這樣方便我們前小怪 好 那第一關就這樣結束了 好 接下來是第二關 那簡單說明一下這關的機制 這關的機制是 呃 場上會有加工地板 那你的角色踩過去就會有加攻擊 那你加攻擊越多 打人就越痛 那隊伍編程上 我選擇 石扣皮卡 然後貂蟬 還有 呃 怪誕 探險團 就那個限定獎領 開樂特 還有墓罪人 布囑圖斯 那前面兩隻呢 都是隨機挑的 就是隨便挑兩隻 有墓術反中反傳 而且我還有練的這樣而已 然後編入布囑圖斯的原因是 我發現有反射 呃 會比較容易輕怪 呃 打王我不好說啊 呃 輕怪是真的蠻有感的 就是有時候 也不用撞太多加攻地板 那就直接卡死了 那最後 凱樂特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編入兩隻的 因為他SS 那個號令還不錯用 呃 再來 王1 還有 威王 有比較高的 這個加攻 那個 殺小怪的一個需求啦 所以這時候號令就派商用場了 那這邊就是打王 其實王還蠻硬的 要盡可能採多一點加攻地板 才會比較容易有輸出 那這邊 布囑圖斯式狀況 通常開SS都是輕怪用 那像在第三關就是先做先發之人 那剩下就是 剩下小怪就輕鬆解決掉 那這邊就到王關 那王的隱石 其實還蠻痛的 對 所以我會建議你小怪早一點輕掉 不要讓血量掉太快 然後如果場上有星也盡量保存好 盡可能的變大星甚至金星 然後方便你去接 接下來的隱石 呃 王一開始的隱石傷害只有2萬多 那然後第二次就會增加到3萬多 反正就是會越來越痛 所以 星是一定要存好 然後 輸出也不能太慢 好 好 那這裡呢 我原本想要 呃 稍微存一下凱特的技能 但是後來想想還是自己帶走好了 那王2相對來說是比較簡單的 不過我會建議 趕快 至少左邊 那兩隻 大的 趕快解決其中一隻 會比較好一點 啊 都解決之後其實王就只是比較大的殺爆而已 這一關 這一關就是這個樣子 比較簡單 撲空了 這裡 就開些死 把王卡掉 OK 反射角才能有的優勢啊 這邊偉王 如果你有兩隻凱樂特的話 在這一關就可以又把另外一隻凱樂特 開出來 那這樣子 清小怪方面就不會有問題 但是因為我沒有 我只有一隻 所以 就沒辦法 只能王一喔 因為 王一跟偉王相比的話 王一還是比較 吃緊 對 王一的小怪我覺得 我個人啦 比較覺得不好清 那剩下的小怪都解決了 就是剩下的對王輸出 好這邊 不錯 但是接下來的 這兩回合輸出都不是很理想 那 我的血量也 掉太多了 對 如果我這一回合再沒有解決 就換我死了 那 還好帶走了 OK 第二關就結束了 那這也是第三關 簡單說明一下關卡機制 首先中間有鞋子的小怪 觸發反擊會放一個加攻buff 但是呢傷害也蠻高的 所以 一開始也有騎士可以讓你解決 騎士的遺言會放回復b出來 這樣子你就可以補血 補血按還蠻高的 所以不用太怕 隊伍邊層上 一開始我選鋼筆 嗯 正常人不要帶這一隻 因為我的鋼筆是有雙加級的 所以我才敢帶 那秦澤鴨有潛力 之後會比較勾力一點 巴盾上的怪物有神殺手 對王有效 然後又有無屬信賴性 加攻buff打他會比較輕一點 最後是死神合作的星巴 SS強 還有大範圍的游擊 可以觸發反擊 來變到第二關 其實我會建議你在第一關 可以試著把角色都往中間靠 然後讓大家都上加攻buff之後 再來到下一關 那這裡星巴展示了兩次關鍵傷害 非常非常有用 然後下一關 靠著星巴有加攻的這個 大範圍的游擊 一次就把盾給清掉 然後再解決小怪 那像現在這個狀況 盾在王 跟王之間有縫隙 如果王弱點也對到的話 是可以卡的 也可以秒掉 但是我沒有成功 原則上你每一關進場的順序 都是要先解決起勢 不然接下來壓力會蠻大的 連就是慢慢幹王 嗯 有點危險喔 我不敢打王 就直接先補血 我這邊犯了一個很大的失誤 就是我 沒有讓至少一個人上到加攻buff 這樣下一關會帶來慘痛的代價 看傷害這麼高 還好弱點對到 不然我基本上就GG了 好 那最後尾王 先解決下面這隻騎士 OK 然後星巴開SS 這樣去打傷害 好剛剛比再補SS 呃如果在鞋子有反擊的時候 我會建議你 角度要大一點 不然你在觸發鞋子的反擊之後 你反而卡不上去 就結束了 那這也是第四關 簡單說明一下這關的關卡機制 首先你可以看到上面有兩隻 撞到可以加攻的小怪 那把加攻的小怪打死之後 他會生鞋子出來 呃 王一段時間後 會把這些鞋子打死 然後要撞到 這些加攻怪加攻 打人才有輸出 隊伍編程上 我一開始是選擇 持歐套路 但是 呃 輸出非常差啦 主要的原因是 我沒有跌翼王 只靠著暗礦的傷害 就是打得很痛 所以後來想一想 友情套路會不會可以玩呢 就像 配那個2-4-0 配著右暴擊也是炸一炸就解決了 後來就找到了異敵啊 這一隻 那友情在降臨腳裡面算很不錯的 不過友情是真的比較難用一點 還要 撞到加攻怪 然後再撞到右暴 然後 位子還要對 才會有最大的輸出 是比較難用 不過就算 沒有的話 輸出也不會太差 尤其是炸到落點 傷害是很 還是很客觀的 那右暴擊 唯一選擇東周災邪的 因為這一關不像木難儀 其實還蠻要求對應陷阱的 所以 就只有他的 會反中 然後又有少雷的 爆發腳 就只有他 好 好 那選卡洛的原因 單純就是覺得 貫通跟 伊迪亞的遊戲 應該會比較合 然後 痾 SS也可以就場 然後 然後 伊迪亞的果實 我幫他配了一個 冰命L 避免一些殘焰的狀況發生 因為 在我 裝冰命L之前 常常因為殘血 而殘焰 所以後來就裝上去 那在這一關的話 伊迪亞盡量 遠離中間的區域 因為中間有三個重力護照 伊迪亞往那邊靠的話 就會直接在中間停下來 那接下來幾回合 就 兇多幾少 所以伊迪亞在這一關 盡量在兩側移動就好了 原則上第五關 都通常要繳一次SS 那這邊我選擇交卡洛 放回復幣出來 可以撐比較久 這裡伊迪亞出來 打一波 這裡就解決了 進入王冠 那王冠的話 我們有三個SS 其實還蠻樂觀的 就 通常在邪惡白暴開一開 把小怪炸死 然後伊迪亞再打我 那伊迪亞的球還有一個要注意的地方是 呃...如果離王太近 球其實也炸不出傷害 然後如果沒炸到弱點 打出來的傷害也不會太高 所以重點就是 要炸到弱點 好 這裡伊迪亞用 這個SS非常厲害 那我就解決掉 那第四關就到這邊結束 那這裡是第五關 簡單說明一下這一關的關卡機制 就是每一關都會有 然後 硬硬 那就把它全部都清完 然後 王的弱點會加強 那 在你撞到王子的時候呢 王會把他的自己的弱點給弱化 然後 再撞到那個 那個 應該是什麼名字啊 球吧 那顆球 的反擊 他會再把弱點強化回來 就這樣了 其實你只要知道 這些事這一關就很輕鬆了 老實講吧 這一場 是我第一次打第五關 也是最後一場 真的超簡單的 隊伍編程上 我選擇 腰尾的露西 還有兩隻福音戰士合作的 第十使徒 露西就是單純對進陷阱而已 第十使徒就真的很優秀 本身力量型 然後又有 加速 然後又有同步率 整個就是非常實證 然後最後一隻 安齊鐵節了 不用我說吧 我覺得他比轉蛋腳還厲害耶 就隨便尻一下就 超痛的 如果隊伍沒有安齊鐵節的話 這一關 應該就真的會難一點 有安齊鐵節 真的就是捏壓的狀態 這關簡單簡單在 因應那些不會浮華 所以就是 單純的 就是解決就好了 這關簡單簡單在 因應那些不會浮華 所以就是 單純的 就是解決就好了 然後最後一個關鍵傷帶走了 然後最後一個關鍵傷帶走了 對 就莫名其妙我就這樣過了 然後就 τις看著 就不想玩 不想玩 不想玩 我就不想玩 可以玩